大家好,我是陈阳老师,欢迎来到陈阳说流美 有的家长问我,说我在海外能够读多少个学期 如果读得长了,会不会影响我将来有什么学位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海外呢,现在都混了 就是说实际上这是说,我是美国的留学生 但是呢,我在美国的海外,就是在中国 能上多少学期的课 因为呢,很多学生在考虑呢,我到底是秋季回美国校园呢 还是春季回美国校园的问题 那这里边呢,一定要注意呢,就是你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你是比如说本科生或者高中生 那你在美国四年,那么你呢 在海外读了一个春季,一个秋季,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呢,如果是你要是硕士生 硕士生呢,他的学制呢,在美国大概是12个月到两年的时间 现在美国越来越多,这个12到16个月的这样的硕士的学位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如果是这里边一共就三个学期 你如果两个学期都在海外读 你春季一半,加上这个秋季都在海外读呢 这里边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中国呢,这个留学的学位的这个认证 可能会认证不下来 因为呢,据我了解呢 中国这个对学位的认证呢 是要对你在实际上人在海外的学习的时间 离开中国这个时间呢,是有要求的 如果呢,你比如这个项目是12个月或者16个月 你呢,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没有在海外的 是在北京,是在中国 那么呢,到时候这个学位呢,可能认证不下来 但认证不下来呢,你也可以比如说到四企啊 到什么呢,但是呢,可能去国企,去央企 或者一些大的企业呢 他这个认证,如果认证不下来 你如果又碰巧又不是什么纽约大学啊 什么滕校啊,这样有名的学校 你比如说就算是一个这个纽约实习分校 对吧,那人家不知道你这个学校是怎么样 那么呢,这个学生认证呢,还是很有用的 所以呢,对于这个在硕士的学生呢 在考虑秋季或者春季要不要这个回美国 还是在中国 或者呢,我要不要gap一年 就是我来暂停我的这个半年 或者一年的话呢 要考虑到这个学位认证的这个问题 好,那我希望呢,我今天讲解能帮助到大家 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关于美国的任何的疑问和今天杂政 可以私信我 也欢迎大家关注陈阳说刘美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陈阳说刘美的视频频道在投条和知乎 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点赞和转发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